欢迎回来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第十章的第四节 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那么从第四节开始 四五六七 这四节要求的比较低 都是了解 而且每一节里边的考虑也并不多 那么只有第八节是个中间 最后的一些从业人员的管理方面 那个里边的考虑都是要求掌握的 那么在第四节里边呢 有三个方面的要求 了解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出台的背景 了解各类基金文件对信息披露 应约定的这个要求 那么三了解违反信息披露要求的后果 那么首先来看一下这个背景 背景呢就是为了加强这个信息披露制度的建设 是吧 然后有利于保障投资者的执行权 保护合法权益 促进资源的合理配置 所以出台了这么个管理办法 对这个呢简单了解一下就可以 这我们就不多说了 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要求 这个一些相应的这个约定的这个要求 那么在宣传推荐材料当中应该披露以下的信息 基金基本信息 管理人基本信息 基金的投资信息 募集期限 估值政策程序和定价模式 基金合同的主要条款 那么由于我们这个要求呢是了解 所以这些东西呢都不用背 这个呢可以一些 大家可以去找一些基金 比如说在这部分呢环节当中呢 我建议大家还是经常的到基金业协会的网站上去看一看 基金业协会的网站里面有目前已经登记备案的相关的一些信息 包括这个基金的一些基本信息 这些信息都有 包括目前那种运作的情况 所以你看了几个现实当中的例子 这些东西自然就掌握了 包括基金的申购书会安排 最近三年的诚信情况 以及一些其他方面的一些事项 这是在宣传推介材料当中 那么在基金的运行期间 信息批评义务人应当批评记录信息 那么记录批评呢 应该是每个记录结束之日 十个工作日 向批评有关的净值 主要财务指标 及投资组合等情况 注意这个时间 记录结束十个工作日 这我们以前也看过 所以有些知识点都是重复的 那么年度信息批评呢 这个是文件最大的 也是年度结束四个月之 四个月之 四个月以内 批评相关的 包括期末的净值 氛围总额 财务状况 等等 相关的一些运用杠杆情况 商户信息 风险 收益分配 损失承担情况 收取的管理费用和业绩报酬 是一种大事项的 还应当及时向投资者批评 这个也是我们之前都看过的 这个知识点 那么聊 第三个就是违反信息批评要求的后果 那么就采取谈话 提醒书面警示 要求参加 强制的培训 行业内选择 然后加入黑名单等 几率处分 所以在这里边 既没有什么吊销这个资格 也没有就是判刑或者是罚款 所以呢 自于这个协会来讲 只能有这个协会 他的这种 出具一些相关的这种几率处分 他没有行政的处罚权 更没有刑事的处罚权 所以在这里边不可能有一些 关于什么罚款之类的 这种处分 只能是一些行业内部协会 可以做的事情 这个稍微知道 注意一下就可以 那么第五 第五节呢 就是内控指引 这是了解各项内控制度要求 及其有效的运行 那么 这种各项内控制度的要求 及有效运行呢 这里边呢 涉及到几个方面 一个是专业化的原则 管理人呢 应当遵循专业化的原则 这种专业化 显现在主营业务很清晰 不得建议与私募基金管理无关 或存在利益冲突的一些其他的业务 无论是金融业务 还是一些其他的 别的经营情况 所以这个呢 由于 我们的这个私募股权基金呢 它的这种 属性 特点 决定了 它这种主营业务 必须要清晰 如果要是一般的企业 比如说我们这个上市公司 上市公司主营业务 可以是房地产 可以是 银行 也可以是 机器 可以分为各种各样的行业 但是呢 上市公司里边 还有一类呢 叫做综合类 综合类 以前也提过 就这个主营业务啊 不是很突出的 它什么都干 没有一项业务 特别特别的突出 那么也可以 但是呢 在我们私募股权基金这一块 不行 必须要有这个专业化 主营业务非常清晰 然后高管这一块呢 是至少 两名高级管理人员 其中包括一名 附格合规封控的 高级管理人员 所以我们在 今年上半年的 基金的考试当中 有很多 这个明星 也都去考 因为有很多明星 自己也成为 这个私募股权基金的 这种高管 或者是 这个法人代表啊 或者是其他的高管 所以呢 像我们上半年的考试呢 就要求 这个私募基金的 至少 法人代表和这个 封控总监 要求考过这个 重业资格啊 这是我 所以我们上半年考的 就很多 那么到下半年开始 进行这种 科目三的考试当中呢 就慢慢的呢 不光是高管和这个 封控总监 需要有这个重业资格 就一般的普通的工作人员啊 陆陆续续的都是要求啊 有这个重业资格 那么第三呢 就是投资人的管理啊 投资者管理啊 应当建立这个合格投资者 适当性制度啊 募集的临选啊 委托募集的应当 委托啊 取获得销售业务资格 并且成为会员的 这类的机构 去募集私募集心 并制定募集机构的 临选制度啊 这个临选制度 体现在 这个如何去找销售机构啊 这个销售机构 可能有很多家啊 我怎么去选 是招投标的方式啊 还是 以其他的方式啊 应该有一个制度啊 能够把这类的合格的 这样的 销售服务机构 把它选出来 第五呢 就是财产的独立性啊 应当建立财产分离制度啊 基金财产和私募基金管理人 固有财产之间啊 不同私募基金财产之间啊 基金财产和其他财产之间 独立运作分别核算啊 然后第六呢 是托管方面啊 这个要求有这个托管的托管 当然你这个基金合同当中啊 呃 没有啊 有个理或者有一些特殊论定说 我们不需要托管人啊 直接由这个管理人管理就可以 我们都信得过他 这也可以 一般情况下呢 都是有这个托管人托管的 比如说委托给上一个商业银行 因为往往这个商业银行呢 他是呃 公募基金的托管人啊 所以这个由商业银行去做这个托管呢 他一方面他这个比较专业 系统呢 系统那人员都有 另外商业银行的社会的影响呢 呃 作为一个正规的金融机构来讲啊 这个可信度比较高 嗯 很多投资者觉得啊 我这个钱是放在 招商银行啊 里面 或者是托发银行里面 哎 这种商业性银行里面 他觉得这个呃 这个安全性能更高一些 所以一般情况下呢 都会有个托管人去托管 嗯 那么第六节呢 就是合同执引啊 合同执引的一些主要的内容 嗯 那么了解合同执引的主要内容 里面只有一个考点啊 合同执引呢 是根据组织形式不同 分为一号啊 七月形私募基金啊 基金投资基金合同 内容与格式执引啊 然后二号公司章程必备条款执引 以及三号合伙协议 必备条款执引 这个一号二号三号呢 在我们教材当中啊 后面的呃 法律汇编当中都有啊 其中呃 七月形私募投资基金合同 内容与内容格式执引 适应于七月形执引 是吧 然后公司章程这个呢 适合公司型章预计 合伙协议这个呢 适合于合伙型基金 所以你的这个基金根据组织形式不同 你去选择显应的这个指引 所谓的这种指引呢 就是你这个合同当中必备的一些条款啊 这些条款你是必须要有的啊 除此之外有一些特殊的约令啊 那么你这个合同当中啊 再加以说明 那第七额呢 就是啊 外包和托管啊 了解外包和托管的基本要求 这个呢 我们关于外包啊 啊 我们和托管 其实在前面也提到过 这里面又提到了外包的这个排意啊 服务机构为基金管理人提供销售 销售支付 份约等纪估值 合算 信息技术系统等相应的这种服务 这种外包机构应当去在协会备案 并成为会员啊 所以呢 不光是基金管理人要备案啊 在这里面特殊强调一下 外包机构也应该备案 而且呢 也应该是基金业协会的会员 所以这个基金业协会的会员很多 不光包括这个公务基金 私募基金 甚至相应的一些软件公司 用软件公司去做这个信息技术服务的 给你做系统的 给你做网站的啊 这个呢 也要成为协会的会员 只要是你做这个基金的业务 那么基金管理人委托外包机构开展 外包活动前应该做紧直调查 外包机构应当具备开展外包业务的意义 营养运能力和风险的承受能力 那么外包服务涉及的基金资产和客户产 独立于外包机构的自由财产 提供托管服务的应当设立专门的团队与业务系统 外包业务与基金托管业务团队之间建立必要的一些业务的隔离 不能混在一起 管理人可以自行办理期目级产品 基金产品的销售业务 或者是委托外包机构从事基金销售业务 也可以委托外包机构办理风格登记 可以委托外包机构办理估计核算 其实这种就是前面从定义里面 我们谈到的外包机构可以做的几件事情 销售什么份额登记 或者是固执手核算 甚至是这个信息技术系统的这样的建立 那么第二个就是业务的托管 一般情况下我们谈到的也应该是有这个托管人托管 那么不进行托管的应当在基金合同中明确保证 在海产的安全制度硕士和纠纷的解决机制 这个需要注意一下 我们现在说不限得非给托管 但是你不托管的话 你合同当中要有相应的说明 这个钱你怎么能够保证在你管理人当中 名下或者是你管理人的这个账户当中 能够保证这个客户的这个基金财产的安全 另外一个就是如果一旦出现一些问题了 如何去解决 那么托管人呢 注意不得有下列的行为 将其固有财产和他人财产混同于基金财产 从事投资活动 然后二不公平的对待其管理的不同的基金财产 比如说这个这个托管人同样是一个银行银行 既有这个私募基金有另外一个私募基金 甚至还有公募基金 所以对于托管人来讲 他可能托管的这个资产很多 来源也不一样 那么要公平的对待 三利用基金财产或者职务之变 为本人或者投资者以外的人谋取利益 进行利益输重 那么四 侵占挪用基金财产 五 谢股因职务便利获取的未公开信息 利用该信息从事或者明示暗示他人从事相关的交易活动 从事损害基金财产和投资利益的投资活动 玩忽之手不按照规定履行职责 从事内幕交易操纵价格及其他不正当交易活动 其他的禁止行为 这一类的禁止行为我们之前也都看过 一共这个八条 看一两片就可以了 这都是不能够做的事情 一看就知道 所以没必要去仔细的去死心畏虚 那么托管人应该按照合同约定如实向投资者披露基金投资 资产负债等相应的一些情况 一些相应的一些重大信息 不得隐瞒或者提供虚假信息 那么第八节呢 也是全书的最后一节 就是叫做从业人员管理 前面的四五六七啊 我们也都看到了 一方面大纲的要求呢 比较简单 都是了解 内容也不多 很多这个节里边呢 只有一个或者两个考点 而且相应的这个内容 包括外包啊 托管呢 合同指引呢 内控的这些指引呢 我们在前面的各商当中 多多少少都有涉及 而且基本上这个指引是重复的 那么下面最后的这个从业人员管理呢 往往呢 对大家呢 也都比较关心啊 对这个这个行业的发展呢 也比较重要 所以这个考章当中呢 有三方面的要求 都是掌握 所以这个方面 这个第八点呢 希望大家一定要引起重视 而且这方面的出一定会很多 而且是必出的一个考量 第一个掌握对从业人员资格的基本要求 第二掌握从业资格的取得方式和维持有效性的条件 不是说你取得这个方式和维持有效性的条件 还有一个要维持这种出业资格 三 掌握私募基金管理人的高级管理人员资格的认定条件 就这个高管啊 如何去认定 那三个方面 首先来看一下基本要求 股权投资基金的管理人 至少两名高管 应当取得重业资格 法庭代表人啊 或者是执行事务合伙人 委派代表 合规封控负责人 应当取得基金主业资格 这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 今年上半年 2019年 上面年4月份考试的时候 相当多的这些人都在考 那么股权投资基金管理人的合规封控负责人 不得重置投资业务 这个其实公募基金也是这样 你又负责封控负责合规 然后呢 你又去投资 那你不可能这个自己能够管好 什么自己管自己 那你你你投资这边有有任何问题的话 那你这个合规和封控 你自己不可能查出来问题 必须也是两拨人 甚至是呢 岗位分离 人员分离 这个工作场所都要分离 那么第二 掌握从业资格的取得方式 及维持有效性的途径 目前呢 从业资格的途径 还有两个 这个是需要注意一下 一般人呢 可能都觉得 那不就是考试去吗 这么一种方式 可以通过考试 取得从业资格 这是大家比较熟悉的 比如说通过科目一 基金法规法规 职业道德和业务规范 还有科目二 奉券投资基金基础知识 或者通过 科目一 法规法规和科目三 股权投资基金基础知识 考试成绩合格 可以申请注册为从业资格 所以是一和二 或者是一和三 都可以 都是具有从业资格 这些从业资格都是一样的 只不过是呢 对于私募基金来讲 可能因为你的这个工作的原因 是吧 你这个业务的原因 考科目一和科目三的比较多 那么像对一些 一些基金的销售机构 或者是一些公募基金 比如说 各种各样的公募基金 或者是这个银行 或者是其他的 一些相关的一些销售机构 可能考科目二的更多一些 但相对来讲 一三的组合 我个人觉得简单一些 一二的组合 主要是难在这个科目二上 科目一来讲呢 非常简单 只要你看看书 多多少少看一件书 这个得六十分 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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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难的 但是呢 如果科目二的话 你不仔细看的话 这个五十多份 从我们这一年多来 历次考试来看 五十五到五十九之间的人 非常非常多 那么科目三呢 现在刚刚考 虽然呢 是没有教材 这个教材只是一个要点汇编 但是毕竟是他 每次考试 刚刚开始考的时候 这个难度并不是很大 如果你要是在过几年 去考科目三 可能这个书会越来越厚 这个估计明年的时候 这个正式教材会出 正式教材出来以后 大家肯定会发现 这个教材会很厚 因为里面要有一些解释 有一些案例等等 那么第二个呢 就是通过资格的认定 不用考试 您有这个相应的资格的认定 就可以 那么协会呢 于16年的2月5日 发布了关于进一步规范 私募基金管理人 登记若干事项的公告 以及私募基金登记备案 相关问题解答9 符合条件的私募股权基金 管理人啊 这里面也包括创业投资基金 管理人的高管 可以通过资格认定委员会 认定从业资格 你不用考试 是吧 因为这些高管呢 有可能年纪都比较大 因为我 最近一年多 一直在对这个新基金 进行一些辅导 以前是 证券 从业资格考试 我今天辅导 那是搞基金 只是从业资格考试的一部分 后来从去年开始 这个新基金考试了 这个需要过这个考试的人也很多 特别是给一些银行和一些私募基金 做过一些面售 特别是给私募基金做面售的时候 你会发现 这里面多大年纪的人都有 是吧 五六十岁的人也有 因为特别是那些高管 那么已经取得基金 从业资格的人员 每年度完成15学识的 后继培训 可以维持 从业资格 所以这个主要 这个15学识的后继培训呢 往往是通过这个网上 比如说 我们这个协会里面 有些视频的一些网站 有些视频的课程 你给去学 当然这个后继培训 它不是免费的 有一些面售的 或者网售的一些课程 但是至少15学识 所以这个高管这一块呢 资格认定委员会的这个高管 认定从业资格 这个呢 也是需要注意一下 它不见得会给通过考试 那么在这个第三个里面就有了 高级管理人员资格认定的条件 这个需要注意一下 那么符合下给条件之一的 私募管理人员的高级管理人员 并通过科目一考试的 可以认定有从业资格 就是你的这个科目二和这个科目三 不用考 只考科目一行 所以这个科目一也是很重要的 但好在呢 科目一前面也说过 相对给讲比较简单 最近三年重置资产管理相关业务 企业管理的资产年均规模 1000万 这是一个条件 是吧 你也就是说你的这个管理的经验 你有过这样的真正实际的这种管理 经验 而且管理的规模还比较大 也可以因为你已经干过三年都在干这个事 那你其实像他去考这个科目二的科目三的话 科目二他怎么过不了 但是科目三呢应该没什么太大问题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整个科目三其实就是相关的一种食物占的主体 然后二已经通过 注意啊 注意这个是符合下列条件之一啊 只要有一条就可以啊 你这一条没有你看第二条 已经通过证券从业资格啊 不含基金和发行从交的科目 希望从业资格啊 银行从业资格特许形容分析师 哎 等相关的资格考试 或取得注册会计师 法律职业资格 比如通过这个司法考试 资产评估式资格 或者担任上市公司的董建高 这也不用考试 这个范围就比较广 你像证券从业 期货从业 银行从业 有这个方面的 包括这个特许形容分析师 CFA 主块 法律 通过司法考试 资产评估师 这个人很多 如果是这个CFA稍微难一点 但是期货从业 银行从业 这也 这就很多了 是吧 相当多的这个行业的这个高管 这些最基本的这个证 都有 所以这个呢 也是注意一下 符合这一点也可以 或者是你本身是上市公司的 中线杆 你也不用考 然后符合上述条件之一的 有所在机构或者个人 向协会提交 托管人 或者是服务机构出具的 最近三年的资产规模的管理证明 或者相关的资格证书或者证明 假如你符合前面第一个条件 你做过这个相关的资产 托管 管理业务 相关的证明材料 或者是相关的这种资格 你考过 都不有重业资格证吗 你把这个资格证一销就可以 个人交也可以 或者是机构交也可以 所以在高管的一块 私募 高级管理人员 这一块 他的这个条件还是比较放松 为什么这么放松呢 这就是体现的私募和公墓的区别上 公墓是很严格的 这些没有这两条 这个高管的任何条件 但是私募这一块就没有 因为公墓那块呢 是牌照比较严格 私募这一块 你只要注册就可以 公墓那边还需要核准 所以在这里面注意一下这个高管 那么第二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 私募股权基金管理人 的高级管理人员 可以向协会资格认定委会 申请认定基金成业资格 这里边注意 从事私募股权投资 和创业投资六年以上 并且参与并成功退出的 至少两个项目 再就是说 相应的这种项目经理 我们以前在没有这个考试之前 这个私募基金呢 已经有很长时间了 其实在90年代末期 就已经在国内大大小小户序的 开始成立了一些私募公司 那么到目前已经这么多年 你有过这种经验的 甚至项目成功退出的都有很多 然后符合本条件的需要提交有参与项目 成功退出的证明 即两份行业知名人数签名的推荐信 推荐信中应附有推荐人的职务 其联系方式 也就是说你给有两个人写推荐信 知名人是怎么算知名人是 这个由协会去认定 协会就查一查 这两个人是干嘛的 如果是鼎鼎大名的协会的人肯定就知道了 所以这个第一个就是还是说在于经验 你这个经验比较丰富的话就没有问题 然后二担任过上市公司或者是石头资本 不给予10亿元人民币的大型中企业的高级关系人员 却从业12年以上 符合本条件的需要教个人和企业的相关证明 及两份知名人数的推荐信 就是也是这个高管的这个经验 也比较丰富 第一个上市公司 上市公司这个不限规模 中小板创业板都行 刚上市也可以 没有这个时间规模的要求 或者是中大型大中型企业 三从事社会经济社会管理工作12年以上的高级管理人员 这个也是要相关出具这个任职证明 但是呢 没有推荐信 这个需要注意的就是这个推荐信 没有 不需要有推荐信 你有做过这个 这个有凡是有推荐信的呢 就是因为你这个行业经验 主要是在这个相关的这种投资领域 或者是金融领域的行业行业 那么你在一个社会经济社会管理工作 这种高级管理人员呢 不需要相应的这种这种推荐信 所以这个第三个呢 是比较特殊 需要注意一下 然后第四个 在大专专院一校研究机构 从事经济金融专业教学12年以上啊 获得教授或者是 并获得教授和研究员的 也就是这个高级职诚 这个副教授不行啊 这个也是教授 一般研究机构呢 叫研究员 研究员和教授是同一级别的 那个副研究员和这个副教授 是同一级别的 符合条件呢 要提交相关的合格证书 两名知名人是 署名的推荐信 所以这个特别是注意这个三 这个三没有这个推荐信 这个四呢 学校老师这一块 研究员这一块呢 这是需要有推荐信 那么符合上述条件之一的 有所在机构或者个人 向协会提交下面申请材料 个人申请书 基本情况登记表 相关证明材料 参与认定的表决人 推荐人及资格认定人结果 认定结果啊 将通过协会网站 从业人员公事平台 向社会公事 所以这个呢 大家也可以到这个网站上去看一看 这个给目前来讲 大家可能 没有这个以上的条件 以上的条件呢 往往是你已经是 其他公司的高管了 现在成为这个私募金的高管 跳槽过来 可以 或者是你是教授 有几个教授 学历的人 也有几个教授职承的人 过来考这个科目三 可能也比较少 所以你之前那种 这种经验已经在了 这种经历也在了 那么目前呢 可能绝大多数的学员 没有这个 不够这个资格条件 但是呢 我建议大家呢 可以到协会的网站上去看一看 看看都有哪些人通过了这个资格认议 那么好 以上呢 就是我们整个这个教材 这个张写的从第一章到十章的重点内容的讲解 基本上呢 我们也是涵盖了整个 这个考试要点汇编当中的一些 一些重点的知识点 特别是呢 我们是对应着考纲的要求 按照考纲的这个先后的顺序 以及这个要求的轻重的这个程度 加一个不同侧重点的这种讲解 对一些重点内容呢 我们也是谈的也比较多 而且呢 相关相当的内容呢 这个前后的章节当中呢 都有很多重复 这个大家如果听下来的话 都有体会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将会去对后面法律法规的汇编 当中的一些重点法律的一些重点法条 再进行一些简单的书理和总结 好 这部分内容呢 我们先讲解到这里 大家休息一下 再见